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站 本栏目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一倍诗冠名播出药保湿 一倍诗一倍诗谈论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中 可以通过一倍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倍诗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途牛 途轮女人提醒您 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APP 赢取百元现金券 更有火热票机票 酒店优惠券领不停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天津爱情保卫站的官微即可 网上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并且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世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APP网络电视 或者万世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 来自百合网婚恋研究院的 周小鹏 周院长 欢迎周老师 欢迎嘉幸的副总裁 曲北齐老师 欢迎徐老师 爱情导师 图类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接下来就来了解一下 今天的第一对嘉宾 那些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考虑 我俩是傻分 认识不到一年后就结婚了 现在已经有了一个 四个月的小宝宝 他父母心里一直看我不傻 让我觉得挺苦恼的 他结了婚以后 整天好吃懒做不务正业 我父母能给他好脸色吗 他觉得我父母对他不好了 那他就能拿这个当借口 跟外面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 搞暧昧吗 我在他们家里 待着实在是太压抑了 我曾能够做出过一些事 但我还是很爱他 我希望他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他再怎么解释也没用 我不是没有给过他机会 他一再地触碰我的体现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相信他了 我已经看清他这个人了 小鹏老师和曲总是拿着他们的结婚证的对吧 把那个结婚的日期跟大家说一下吧 他们是在2015年1月30日的时候领的结婚证 也就一年吧 刚一年 也有宝宝了 我今天早上是跟他们一起 从大门口进来的 然后小孩抱在那个男生的怀里 动都没动一下 挺可爱的 四个月 四个月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一对请出来吧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刘24岁来自湖南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罗25岁同样来自湖南现在代业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两位认识到结婚多久 认识到结婚的话就八个月 在哪认识的 我们在酒吧里面认识的 当时他是在酒吧里面做销售 然后有一次朋友聚会 跟我过去了 然后他那时候跟我朋友也认识 你说我们两个吧 我看着他说挺对眼的 然后就找朋友要他的联系方式 就这样我们就开始联系了 联系了一段时间之后 感觉都挺好的 然后我们就恋爱了 恋爱半年之后吧 就发现怀孕了 我们俩就商量着说想要结婚 因为怀孕所以结婚 是这意思吗 还是说感情确实也还不错 但是我们真的 那时候感情真的挺好的 好的 男生后来就做了上门女婿对吧 对 为什么是个上门女婿呢 那是可能因为我年纪小吧 家里面也比较困难 也是因为我不懂事 然后我们就怀上了宝宝 他家里就觉得我家里条件比较差 又买不起房 然后就问我 住他们家的上门女婿 人家没问你要彩礼吧 我们家要彩礼 他们家能拿出来吗 他们家那么抠门 你在人家家做上门女婿 住得自在吗 挺憋屈的 憋屈 我觉得他挺自在的 他每天在家什么事都不做 回去就往那里一躺 然后拉着手机就在那里 跟这个那个的一直不停地聊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都在干什么 钱也没进到他的钱 事也不做一点 直到后来他真的是 我妈因为一点小事说他 他就直接对着我妈破口大骂 你说我一个男人难道没一点尊严吗 你有尊严 那你能对我们家父母破口大骂吗 他还是你长辈好不好 他不就说你两句吗 你说我在你家里没做事 难道你们家里每次吃完放了个碗筷 不是我来洗吗 洗个碗又怎么了 我下班回来大半夜的 洗完池里面有大袋的碗筷 每次都是等着我来洗 那我妈每天在家伺候你 她不累 你为什么只想你自己的感受 你说有她这么做女婿的吗 她在我们家白吃白住呢 别用这个词啊 一家人嘛 那既然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妈为什么一直把我当外人看呢 我洗完找我的衣服 放在洗衣机里面 她把我的衣服单独拿出来 让我自己去洗 你一个大老爷爷们 洗件衣服又怎么了 你每天在那耗时懒做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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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 自己买个洗衣机嘛 自己洗嘛 后来男生又在女方家长的要求下 换了职业 对吧 对 做什么了 跟大家说 做了个微伤 做了个微伤 他还好意思说他做微伤 他就每天守在电脑前面 然后我也没见他赚什么钱 我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 你说做微伤就做微伤吧 人家给他打电话 他就一直按掉调静音不接 好像生怕我知道什么事了 我就不知道他在隐瞒我什么 然后我一再地要求他接 他接了之后 他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同事 我说女同事你有必要这么遮遮掩掩的吗 然后后来他说是追他的女同事 我说追你的女同事 你小伙还挺翘嘛 就从那里开始我才对他起了疑心 我说我之前都那么相信你 我顶着家里那么大的压力跟你在一起 你是这么回报我的吗 我现在宝宝还才四个月 我每天在家给你带孩子 你一再地被我发现你在QQ上跟那些女人搞二妹 我怎么忍 我那个不是跟你人家聊着好玩吗 你跟人家聊着好玩 我待在你家里面我多憋屈你知道吗 我心里面我也多难受 你们家里面把我当人看吗 我家里怎么就不把你当人看呢 就因为一点小事就是我出轨 还跑到我家里面去了 让那些结婚邻居看着 你让我家里面往哪里放 我真的觉得你好搞笑 在你眼里 你觉得出轨这事是小事是吗 咱们先界定一下 你们指的出轨 他说的小事 你说的出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在网上聊暧昧 中间还有一个是他前女友 他跟前女友说 说他跟我在一起 都是被我们家父母给逼的 他说他想回到前女友身边 你说那个时候我怀着宝宝呢 我都八个多月了 看见你那聊天记录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无敌自容呢好不好 真的心在流血呀 然后就说了他说的那一幕 你们家人就去他们家了是吧 这个事最后怎么平息下来的呀 他家人让我帮他的面 然后所有的邻居啊 我父母亲的面啊 让我给他归下 扯他原谅 还有邻居啊 对 你当时说了些什么呀 我就说 其实我跟他们之间我也没什么 我就是跟他们聊一下 我觉得待在你们家里面 我太憋屈了 我就以这种方式我来检验自己 心里面实在太压抑了 他当时说的那么诚恳 然后我就那么原谅他了 就当时他是希望你们能原谅他 是吧 对 我觉得 我现在想想 是不是我父母 因为当了那么多人的面 让他下不来台 所以他迫不得已 才这么说 然后求我原谅他 这件事情不就过去了吗 那个时候是孩子在你 在我肚子里 还是有八个多月 对吧 现在还不都四个多月了吗 对 这半年又过去了 今天为什么来跟老师们说 就他嘛 就在我生完宝宝那几天 他还跟人上网搞暧昧 他还出去跟人见面呢 你这是怎么知道的 姑娘 因为我之前不是 就已经怀疑他了吗 然后我就有兴趣 看了一下他的电脑 就发现了那些聊天记录 是吧 对 理由还是在他们家压力很大 我就觉得心里面太压抑了 那你搬出去住啊 压抑 我在家带宝宝 我那时候你老婆在坐月子呢 我压抑吗 你就不怕我得产后抑郁症吗 我们家宝宝那么可爱 你就整天在外面跟人搞暧昧 你回家你也不想着帮我看一下宝宝 你也不想着帮我做一点事 宝宝的尿片我洗的吧 宝宝洗澡我洗的吧 照顾我也是我们家人干的吧 你干什么了 你怎么救了那么狠心呢 你后来是跟网友见面了吗 先生 那你怎么想的对这段婚姻 可能是我年纪还小吧 不是很懂事 你还想要吗 喜欢跟人家聊一聊啊 就这个婚姻你还想要吗 想 姑娘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现在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之前已经相信过她 并且原谅过她了 你看她现在又这么对我 主持人她家人 宝宝出生的时候 她就非得让我们的宝宝 非得跟她家姓 你说你当时娶我的时候 没发一分钱 你白捡那个媳妇 现在我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 你非得说跟着你们家姓 宝宝为什么就不能跟着我们家姓 后来我们家不是也妥协了吗 说让他们家拉八万块钱彩礼 就说宝宝跟他们家姓 拿了吗 没有 他们就拉三万块钱 你说哪有这么坑门的 你爱这个女人吗 你告诉我 现在还爱吗 你现在还爱 为什么还在外面 跟其他的女人那样呢 可是我不懂事 你知道自己不懂事 但是控制不住是吗 对 你说你心里面 是不是其实还挺 觉得自己挺亏的汉子 是吧 那当然 本来就亏嘛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 就一定要结呢 因为当时我觉得 我们两个 那个时候的感情很稳定的 没想到他住进家了之后 成了上美女婿之后 这有这么大的变化 是吧 对 好 女生现在对这段婚姻 还想要吗 我不知道 他没有一点改变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 这一会儿你们老师们 好吗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一个男人 在老婆怀孕期间 还在QQ上面 跟其他女人 不停地暧昧 我心里面真的很愤怒 你需要那么多地方 去倾诉吗 现在在全国各地 有很多网络上的 专业心理咨询师 是不收费的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有压力的话 专业的人士 才可以帮助到你 而非专业的人士 只能帮你去聊一些 私密的暧昧的话题 所以你真的想求助 去求助专业的人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能够感受到 你在他们家里边的压力 但是心里有压力 不是去责骂他的母亲 那你心里边 也没有真的尊重人家 所以你今天回去以后 你需要做一件事情 先去跟你的老丈母娘 跟她道个歉 即使她对你说了 很多不好听的话 说了很多 犹如你男人形象的话 但至少她对得起你 因为她收留了 你们两个 在她的家里边住 她至少对你的孩子来讲 尽到了做姥姥的责任 所以你该回去 跟她说一声谢谢 第二 你那儿抠扣就算了吧 你跟别人聊不出什么来的 他们帮不了你 好好地跟你过去那些 曾经在你认为的 感情最低落的时候 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帮助过你的女性 跟她们说一声谢谢 谢谢完了以后 还是好好照顾你的儿子 和你的老婆 那是你最应该得到的 所以我真的希望 你们两个好好过下去 好 谢谢 谢谢小桃老师 别人是看不起你 你感觉在人家里 就像一个长工一样 对不对 那么晚回来了 我还要起来去洗碗 我的衣服没有人去管 我要自己去做 是不尊重的 但是所有别人 对你的尊重 都是自己争来的 你先自己丢了自尊 如何能让别人尊重你 先让自己成为一个男人 如果够爱她的话 尊重她的长辈 如果够爱她的话 别再跟任何人暧昧 因为你要成为一个男人 你有三个角色 压在自己的肩上 你不容易 你要真是把爱心 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去努力工作 你哪有得嫌共暧昧啊 至于这个女孩呢 为什么把自己 打造成一个怨妇呢 她如果赖在你家里 你都应该一脚给踢出去 去自己找份饭吃 自己去租房 做给我及我的家人看 你像一个男人 你们俩先都各自 做好第一个重要的角色 你是母亲 她是父亲 至于你是不是妻子 她是不是你丈夫 你们俩磨合着看 好吧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许总 你有一句话 道出了你们之间 感情的实质 你说 你白捡了个媳妇 是啊 是我说 你说得很对啊 可不就是白捡了吗 捡回来的东西 不就这样吗 捡来的东西 还能有多有价值啊 人们往往对于不期而至 从天而降的喜运 除了喜出望外之外 她不会珍惜 没有任何期待感的角色 不会想去负责任 如果一个人期待结婚 期待好多年 最后结了 她会好好珍惜 如果一个人期待 做父亲 做母亲 期待了好多年 她期待了 她会珍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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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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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 黄金六十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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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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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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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珍惜 希望她们能好 希望她们能够有所领悟 年轻摔摔跟头也好 爬起来不就得了吗 所以得谢谢三位老师 对她们的提点 下面这一对 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 来了解一下她们 来 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问题 完全不是异地念的问题 你太知识了 你负责太少了 没有作为一个男人的担当 我经过了反思 意识到自己的很多问题上面 做得非常的不好 我给了你多少次机会呢 要改早就改掉了 现在让我如何相信你 你才是对我最好的 我希望可以挽回你 也希望你能够 重新回到我的身边 女生一直认为 男生是自私的 可是为什么他们恋情 还能坚持到今天呢 让我们掌声 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汪29岁 来自安徽 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曾23岁 来自湖南 是一名服务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主持人好 一个安徽 一个湖南 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通过QQ认识的 从网上 那会特别流行偷菜嘛 然后从QQ达人上 加很多友人 然后那会跟他聊得特别好 就见面了 见面之后 也感觉也挺对胃口的 所以那会我俩就在一起了 但是他之前真的对我挺好的啦 不会像他现在这样自私自利 他老是说我自私 我只是有一些细节方面 做得确实有点不到位 但是我有感觉 你觉得有点委屈 他不会去顾虑我的感受 你像那会的话 就是说他生日 他12月30号生日吧 又跨年的 我觉得这挺好的日子 我挺想给他一个惊喜的 然后我跑过去 做的那 你跑到哪儿去 跑到上海 他在上海 那你在哪儿当时 那会我在长沙上大学了 我还坐的那个 就是说小火车 绿皮车 坐了14个小时 到那边之后我给你打电话 你说你在跟客户 开会了 那我说可以 那我等你一下吧 你过来了 可是你兴起并不是很愿意 也并不是很高兴 我有的时候你应该体谅 也确实有点 那你有考虑过我 就是说一个女生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很孤立的一个感觉吗 没有朋友 没有任何人 我上火车了 我的朋友都会问 你上火车了 你自己要注意点 你也不会跟我发一个信息 问一下好吗 每次我都跟你说了 叫你回去之后 给我打一个电话 这我也有说过 这个基本属于比较冷 就对人比较冷 对 所以他就是知识之理 而且他永远在 为他的这个知识 去找借口 后来他回他自己家乡了 就是我会 就会从长沙转到的 那个安徽野日之后火车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让你心寒的吗 那你像情人节呢 我跟他说 情人节这么好日子 你过来见一下我呗 因为我那会儿就是说 情人节我有 本身也不是法定 节假日 你这有点矫情啊 对 所以 如果没记错的话 在你们谈恋爱的四年间 有一次的 十四号的情人节 是在节假日里的 所以他总是 因为在春节里 我记得涵盖了一个春节 可问题是 我说情人节了 不是你过来 他说就觉得 我很幼稚很任性 因为他觉得 我没有必要过去的 他觉得我们两个 可以接视频 本身经济条件 你也知道的 然后我这个人 本身话就少 性格有点木 你也应该知道 能理解 其实他还有很多事情 就有时候 那种小戏 其实我要跟他打伞的话 他总是可以 让我的半身临时 你知道吗 就是你们俩 我跟他讲一试两试 他会打过来 但是三四四次 结果呢 他还是要 其实有的时候 有一些小习惯 走着走着人走开了 对吧 所以你总是在为你的 这些知识去找借口 你知道吗 我老是说我自私 你怎么不说 你来我们那地方的时候 有一次把手机给弄丢了 我给你买一个手机 我也二话没讲 得了 怕我就知道 你会讲这事 因为真的 只要我们俩一吵架 他就会拿这件事来跟我说 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 我在这四年当中 都是我坐着那个火车 摇着小火车 有时候真的坐着腰酸 背痛的 跑过去熬夜 或者是我辛辛苦苦 从这边买的特产 给他带过去 四年一直是你看他 你计算过 基本上大部分 你计算过这四年 你看他多少回吗 我真的没计算过 但每一年 差不多也有十五六十 最搞笑的是什么 他生病的时候 他跟我说 亲爱的 我就是说 可能感冒了 或者是说 有点拿脸不舒服 现在挺需要你的 然后我跑过去了 可结果呢 我生病的时候呢 他真的就会拿这个工作 去挡他的理由 他就会觉得 你喝喝水就好了 我说我想说 你水是万能的吗 我经常也是陪你 一保电话桌 保很长时间的 那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在上课 我去跑到那个楼道上 跟你一接 就是接一个小时 我也从来没埋怨过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我说 亲爱的你陪下 我真的心情很差 你说 你睡一觉就好了 姑娘 我问一句啊 就是这么不开心 如此之辛苦 怎么就坚持了四年呢 因为他是我初恋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挺 也挺好的 所以我想能够给他机会 能够改正过来是最好的 像借钱那事吧 我 怎么又跳到借钱了 因为我俩分手 就是因为这事 可能就是 你们俩分手了 对 那你们今天来干嘛 这 你不想分是吧 就他认为分手了 你觉得还没有 是这意思吗 其实我一开始挺生气的 确实挺生气的 但是后来我觉得 我想想 反正想到一些过往 我都觉得 他对我其实挺好的 我确实有的做得不对 所以你想挽留是吧 那接着说分手吧 为什么分手 借钱 对 他问你借多少钱 两万块钱 我到累活 我大学刚毕业 其实我真的也没有 但是我上大学累活的时候 我也因为我没有让他 跟我买车票 基本上我自己买的 我就会去做发传单 或者是说那种促销 我会去攒一些钱 其实我真的 我要咬紧牙关 或者是我找我爸爸妈妈 拿点钱 我是可以拿给他的 因为他当时也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和我表哥 自己等于是投资了 一家建材店 七月份 因为就是很多客户的 拖欠问题 我这边资金主表 非常不一 是2015年 是吧 对 2015年 我想你到现在 都还没有明白 我为什么不借钱给你吧 那你 当时反正 确实 你也应该知道我这个人 我基本上就是说 我没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我从来不轻易跟人开口 你也觉得 当时我跟所有的朋友 还有亲戚 能张嘴的 我基本上都张了嘴 我找到你 你应该知道 我已经实在没有办法 我不借钱给你 我只是希望 我们两个能够结束 这个异地恋的关系 你能够到长沙了 我们俩能够就是说 开开心心的 平淡一点的 就是说这样过着小日子 挺好的 我就在那个店里面 投注的多少薪血 你心里应该清楚 对吧 那你有理解过 我在世界里面 为你付出的辛苦吗 先别吵 先问清楚啊 她问你借钱 你没借给她 对 是个意思吧 对 你的想法是 通过不借钱那件事 把她从安徽逼出来 到长沙去 这是你的想法 是吗 对 她就有的时候想法 就是很幼稚的 你就觉得 我们不说 先不界定啊 她没借给你 你就很生气 是吧 当时没有生气 她说话有点过分 她怎么说 她是说 我在那边 肯定是混不出人样 店里生意怎么样啊 跟她分手 两个礼拜之后 我也把店关了 盘出去了 那你现在做什么 我现在在做销售 又干回本行了 嗯 所以 女生现在在心里面 觉得她还是你男朋友吗 其实我现在也不太清楚 因为我觉得 这四年当中 我真的 也给了她很多机会 希望她能够 就是说稍稍地改变一下 我并没有说让她 其实恋爱中 是相互尊重的 我只是希望 她能够对我好一点 刚才你有说到说 希望结束异地恋 是吧 对 是希望她去长沙 是这意思吗 对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合肥 跟她一起 因为当时的话 我觉得她在这四年当中 都这么自私自利 我在安徽也没有亲人 也没有任何一个朋友 我觉得她 不可能会改变 我只是希望她到长沙来之后 如果能够有一个改变 我也到了结婚年纪 我觉得可以行的 合适的 我也会愿意跟着她去安徽 理解了 我问你啊 等于现在 过了这么两三个月了 你现在想挽回这段感情 是吧 那你愿意去长沙吗 其实这么长时间 我也想了 她确实对我挺好的 所以你愿意去是吧 对 不是因为说 走投无路了吧 迫不得已了吧 那倒是 去投奔吧 那不可能 真的 我给了她太多次数机会了 她一直没有改变 我真的到现在 我也不敢相信 她以后会有一个 很大的改变 我觉得我肯定 还是需要想一想 其实说白了就是 今天你能够站在她的对面 给她这么一个机会 是因为你心里 还没有其他的人 对吧 对 女生处在一个进退两难 四年来的种种 让女生觉得心寒 男生又觉得说 女生确实对我很好 又遭遇了这么大的人生转折 或者困难期 这段情感还能挽救吗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所有的初恋 对我们来讲都是美好的 但是往往有大部分的人 应该说绝大部分的人 都没有办法跟初恋在一起 因为初恋有些时候 就会看走眼 我们想要的和现实的 就会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说有些时候 异地恋 从一个侧面来看 它可以衡量 谁爱谁更多一点 因为如果我愿意去 跟你真的朝思暮想 在一起的话 那可能我爱你会更多 但她从来没想过 包括你去看她 包括她其实可以选择 到底是在长沙工作 还是在合肥工作 她都选择的是 以她自己为中心 所以一个既然 以自己为中心的男人 你要让她把你当作中心 有一点难 爱是可以在那个地方的 曾经爱过也在那个地方 但是能不能继续相爱 靠你们自己来决定 男孩 你说起心里话 她不见你那两万块钱 你的店关了 她如果借了你两万块钱 你那个店关还是不关 也是有关 这两万块钱呢 打水漂了吧 所以啊 在某些方面来说 其实这个女孩 比你要更成熟 你真的觉得自己具备 高高在上的优势吗 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 但你是这么做的呀 浪漫的事会不会做 主动的事情会不会做 就是自己不愿意去做嘛 对不对 人家分开了 你傻了吧 现在想清楚谁对你好了吧 这女孩好吗 好 好吧 那今后你们俩 想怎么相处呢 你还是在安徽吗 她在长沙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解决吗 想过 我觉得第一 取决于你们俩能不能在一起 你先客观地认识自己 自己没那么强 别装得那么成熟 别装到自己高高在上的样子 如果你真爱这个女孩 你就多为她着想 多关心她怎么样 先解决是否两个人能在一起 我建议你去长沙 因为安徽反正混乱也不好 对吧 去长沙闯来当一下 有这个女孩在 对不对 然后你们俩相处的时候 你一定要多制造一些浪漫 对吧 多关心她 她要的就是这个 所以解决了异地恋的问题 然后再解决 你在这爱情当中相处的 这个高度的问题 我觉得你们俩还是 还是可以的 从长沙到上海 1100公里 坐硬坐 14个小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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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走的时候我确实挺生气的 后来 想到的都是 是你当初点点滴滴对我的好 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应该 确实挺恨我的 但是我希望不管最后怎么样 希望能原谅我 我想我还是需要一下考虑吧 真的我觉得 真的我觉得 机会已经给了你太多次了 我也不能保证 以后我们两人在一起 你就会可以 所以我需要想一想 好 请两个 谢谢两位 回去都慎重地考虑一下吧 男生那个道歉还是挺好的 考虑一下 好 请不吝点赞 好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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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咱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保鲜记 杜老师 杜老师 天天天天的用户有人提问说 我爱上了他 他和他老公已经离婚了 他说不想让小孩子知道他们离婚 所以不离开家 我该怎么办 以孩子为名 当初就不应该离婚 所有任何离婚不离家的人 其实是离不了人 所以只有家在 婚姻就还有希望 他既然不心有所属 你一个人更敌不过对方的父子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易被诗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易被诗 易被诗谈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易被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易被诗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提醒您 节目首播期间打开图牛APP 赢百元现金券 更有火车票 机票 酒店预定卡 领不停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大家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剧衣 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